针对中正纪念堂转型议题 文化部决定以神义市民主公民讨论的方式进行 并采用限制性招标 结果由沃草团队得标 国民党立委陈学生认为 处理中正纪念堂转型议题的团队 应该有一定的政治历史高度 沃草在太阳花学运时明显是针对国民党 由沃草执行该计划共形成政治事件 文化部长郑立军对此澄清 沃草得标是经过公正公开评选 过去沃草在建构网络咨询平台 以及举办沈亿市讨论有丰富经验 专业性无庸置疑 郑立军表示 他云诺在提出中正纪念堂转型草案前 应该先经过深入的社会讨论 透过建构资讯平台 沈亿市民主讨论和艺术策展方式 就是希望打破过去质问立场 不经过讨论的文化 引入互相倾听 对话 形塑共事的模式 在征求参与者部分也会特别注意多元背景 之后也还会再召开公听会 广泛征求社会意见 郑立军呼吁部分人士不需要太过忧虑 毕竟228和白色恐怖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 追求真相不只是政治受难者和家属的心声 也是超越史观的人权价值 台湾已经检言30年了 没有什么不能谈的 而且整个讨论过程就是一种转型正义 也是最好的人权教育 外界应该争取这样的公民讨论机会 郑立军说 检言30年了 中正经济谈存在与否 在威权时期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中正经验堂 也是一个需要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 那转型未来要转成什么 我们也尊重社会的讨论 所以我想无需有恐惧 沃草团队发言人林祖宜则表示 有些人过于放大 他们在整个中正经验堂 转型社会讨论计划中扮演的角色 实际上他们就只是搭建平台 并借助过去他们举办过 相关省议市民主公民讨论的经验 让不同观点的人可以有讨论的空间 让我们电台记得叫周伦 台北赞宝报道